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上最厉害的算命叫因果 所有命运皆为因果 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 什么样的人修什么样的果 赵子豪做生意发了财 买了栋三层的别墅 在装修期间 朋友圈他找个风水先生看看 以免犯煞 第二天赵子豪开车 带着风水大师来到别墅 刚下车 后院突然飞起七八只鸟 见状 赵子豪停在门口 抱歉地冲曹大师说道 麻烦大师在门口等一会儿 有什么事吗 风水大师哑然 后院肯定有小孩在偷摘栗子 我们现在进去 小孩自然惊慌 万一掉下来就不好了 赵子豪笑着说道 风水大师 陌然片刻 你这房子的风水 不用看了 赵子豪哑然了 大师何出此言 有您在的地方 都是风水极地 曹大师所说的风水 究竟是什么 六祖谈经上说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新地 所谓的风水 是你在心中种下的每一个念头 所谓的算命 就是你在人间留下的善行 最厉害的算命就是因果 你想要什么果 就要种什么因 你付出了善良 或许不会马上回报 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 得以弥补 世事有轮回 天理有循环 命运有定数 自己种下什么因 终会结什么果 世上最灵验的言寿 叫护生 每一个人都想要长寿的秘诀 世上最灵验的言寿 是护生 护生要求我们有一个好心态 现代医学发现 人类65%至90%的疾病 与心态有关 心态好的人 心理无忧 眼里有效 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 让人心绪放松 使人体各机能 互相协调 平衡 促进健康 护生要求我们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早睡早起 每天到公园跑步 跳舞 耍太极 定期做身体检查 常与朋友小聚 适度饮酒者 比低酒不沾者 更长寿 护生要求我们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皇帝内经说 怒伤肝 喜伤心 悲伤肺 忧思伤脾 惊恐伤肾 百病 皆生于气 讲得很对 情绪稳定 是一个人 最好的互生 世上最睿智的行为 叫做修行 我们避其一生的修行 是为了成为 更好的自己 最睿智的修行 是看淡输赢 人生如同一局残奇 你争我夺 世事相传 输赢二字 却永远没有定论 最睿智的修行 是看淡生死 人生无常 生死难免 不念过往 珍惜当下 最睿智的修行 是学会孤独 每个人 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 或长或短 无可回避 不必觉得生命空空荡荡 一时的孤独 意味着你值得拥有 更好的 有些风景 是孤独一人去欣赏的 有些路 也是孤独一人去行走的 直面死亡 才是正确的修行 悦纳自己 方能改变人生 悦纳自己 是终生的修行 世上最便宜的幸福 叫随缘 有些东西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既为负累 何必强求 人生琐事 能忘的忘 能放的放 何必纠结 何必吵架 相处 真心实意就好 做事 问心无愧就好 缘分可遇不可求 优雅放手是幸福 坦然面对是豁达 往事如风不可追 随缘就好 知足就好 幸福就好 轻轻在岁月 简单轻松 万事随缘行 来去如风 一生之中 有太多的追逐 默然回首 幸福 就在身边 世上最殊胜的功德 叫孝顺 我们常说 行善积德 百善孝为先 孝是百善之首 当我们力行孝道的时候 我们的功德 自然积攒 不抱怨父母唠叨是孝顺 不在意父母的小毛病是孝顺 面对父母 有一个好脸色 同样是孝顺 在时间的点点滴滴中 我们都可以行孝 也都可以积德 希望我们不忘感恩 心中铭记父母艰辛 做一个孝顺 做一个孝顺的儿女 世上最快速的解脱 叫放下 一日 小和尚随老和尚下山换园 下山前 老和尚盯住小和尚 下山后 不可敬女色 小和尚点头答应了 两人走到了河边 正巧看到有个姑娘 在河边徘徊 似要过河 老和尚就跑过去问他 姑娘你要过河呀 那你过来 我背你过去吧 老和尚就把姑娘背过了河 小和尚看在眼里 心中很是费解 走了二十里地 终于憋不住去问老和尚 师父 为什么你叮嘱我 下山不可敬女色 自己却主动背那个姑娘呢 老和尚淡淡地告诉他 你看 我把他背过河就放下了 你背了他二十里地 却还没放下 执着是一种痛苦 放下是一种解脱 人活在世 总会执着于太多 或执着于人 或执着于事 或执着于物 亦或执着于一句话 过去的既已过去 不管好坏 都已经成为 不可改变的事实 再多执着 只会给自己和他人 徒增困扰 余生不长 只有学会放下 心灵才会得到解脱 我们才有心情 去欣赏旅途的风景 才能获得轻松自在 世上最难算的变数 叫无常 世上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 事实无常 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新来 2019年4月15日傍晚 巴黎圣母院 发生大火 800年古迹 被焚毁 2019年10月10日 江苏无锡市 312国道 北环路附近 一高架 突然倒塌 事实无常 意外 从来都是猝不及防 太多名胜古迹 突然销毁 太多值得珍惜的人 乍然离场 有人说 人算不如天算 无论你多富有 一场重疾 很可能夺取你 所有的积蓄 一场意外 很可能 让你一无所有 在生命的无常面前 人是多么不堪一击 多么脆弱 人生来来往往 真的没有那么多 来日方长 趁阳光正好 趁微风不燥 想爱的人就去爱 想见的人就去见 想做的事就去做 如此才是对人生 最大的不辜负 好了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的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字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晚安 好吗 感谢您的收听